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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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們這個一心意就只想賺錢而已 我們之前當然想賺到越多錢然後 有機會賺錢我們賺錢 就这样的观念而已 我们感觉做做头 这种也是大家欢喜感愿的 我没给你来签 我来做 你来签 我赔你一些佣金 这也很合理 以前就是这样子 感觉这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工作 一方面你也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你就感觉有机会 可以赚一些钱 我们就来赚一些钱 那以前我现在很小钱 我不要再赚了 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观念 那是走进磁器之后 一直听上我们的开示的时候 我们才会转变 一直在转变我们的人生观 有时候感觉 然后我想说 你人家这么多 你说外协议得要多 所以我常常想 老人家说一句话说 一个人 其实主要是呈现当年 大家瘋狂大家樂 什麼六合彩 那時候的一個瘋狂景象 然後大家求神拜佛 大家問當季 大家流行的趨勢 然後我們把它也加入在這部戲裡面的 其中的某一個過程中 然後代表時代的變遷時代的氛圍 藝人憑感覺 然後看有沒有載印到自己的號碼 我看到 十二 我看到一盤香灰 一八 我在現在的地方長大 那我的阿嬤呢 她常常會去看那個圖鴨的那種小插畫 她就叫那時候我們小孩子 孫子們來看說 你看那個小插畫上面是不是有數字 比如說右下角有什麼數字 然後就叫我們看 然後我就會報名牌 然後就說 這是八 這是七 在我那個年紀的時候 還有那麼一點點這個印象 那因為要拍師兄在做周阿桃的故事 要呈現那個時候全台灣風靡 尤其在中南部 風靡牽牌的那種那種狀態呢 我還去看了 諸葛亮大哥的一些當時的一些關於 簽大家樂的電影 就有什麼銀行牌 或者什麼立委牌 什麼東西 所以說我相信那個時候就有作弊 賭博裡面有炸 有炸啦 所以說不要真的很相信說 有什麼好運輪到我 所以一定要賭這個 要少賭一點 真的跟抽菸一樣 如果戒不掉的話就少賭一點 這個戲不是說要鼓勵大家賭博 或者什麼的 主要是當時的一個景象而已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瘋狂 但是有很多人因為迷失了方向 然後迷失了這個對金錢的概念 以為這個得然很容易之類的 那我們最主要還是在一個 呈現當時的狀況而已 4 3 2 我們爸爸本身也是很拔 以前說大家在簽的簽就不太簡單 結果到時候他自己沒抓的時候 也很大 我會覺得這條路不可以走 是因為我長時間 在我爸爸身邊 就是看到他這樣子的生活 真的過得壓力蠻大的 面對著黑白龍躲的種種事情 我就覺得那種生活不是 我知道我自己的心目中在想 那種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歡迎收看大愛會客室 剛剛的這個片段 是在重建在民國74年 當時候大家樂的狀況 今天邀請到兩位來賓 和我們來聊一聊 首先是我們的洪玉良師兄 師兄好 主持人 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書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書伟 名字叫做大家樂 但是後來幾年之後 不管是媒體上面的報導 或者是真實可能 身旁碰到的一些人事物也好 其實造就了很多人的不快樂 這是真實的 那當然我們這個部分就來 請玉良師兄跟我們回想一下 當時候的狀況了 因為你們自己是這走討 所以更能夠去見到 接觸到的都是在玩大家樂的人 那時候的氛圍其實民眾越迷 越相信自己可以等得到那個幸運 其實經營的人就越開心 他就會一直創造那個氣氛 但是喔 你拔久的人也拔到沒錢了 對不對 如果簽久簽不到也沒錢 你座頭也會省很多錢 對吧 因為座頭比較慘 你要現金來才會簽 但是我以前的時候 你就來簽簽之後 後面再收錢了 所以後來那座錢也會省很多 是 因為你拔久總是 很多人也會拔到沒錢 拔到穿家蕩產的真的也是很多 拔到穿家蕩產的 因為大家都在賭一個運氣 都覺得人家說 他算出來拔得很準 他絕對有機會 他會自負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都有民視覺得 來簽一張丟比你做工比較好 做工給你辛苦的時候 如果簽來丟 一萬塊就丟多少 一千塊就丟多少 所以都有那種夢想出來 很多事情真的是由小而大 我今天可能玩個五十塊 簽一下對不對 結果有一點點甜頭 賺了一百 賺了兩百 我再玩大一點 然後下去就回不來了 對 很多人都這樣 還有一種東西 其實師兄不玩我知道 不打麻將對不對 對 我們的娛樂跟人家不同 打麻將我們也玩過 舒緯有玩過嗎 玩過 有沒有像坐下去不想起來的 有一段時間以前 那是什麼樣的情景 我覺得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你手風很順的時候 你就會不停不停地去玩那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當你輸 一直輸的時候 你會不服氣 你覺得你自己一定 可以把它拗回來 也會不停不停地玩 那一陣子會比較常玩 當然就是可能 你的交友圈裡面 比較多人是在愛獨博這樣 再來就是你可能 通常在你很不順心的時候 你特別容易陷在裡面 那事後來我覺得 我常常在那段時間會問自己說 那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每天這樣子打麻將嗎 還是你想要的是你做你喜歡的工作 去反省自己嗎 其實有時候你也可以想想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不停地這樣子的生活 熬夜 你的生意變不好了 或是錢輸了賺來的都沒了 那你的父母親會怎麼樣想 那時候大家在風險的時候 譬如說 因為晚上大家有的人都去望阿波 問明白 去那補山盤 包括有時候會去問人說 或是包括說 如果發生了車禍 大家就一黑風走去看那車牌購買 或是說如果有時候說 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 哪一條都有邊河 電線桿 他說哪一條路看那購買 就會開機這樣 以前的人真的都會 那時候真的很多人都會迷思在這樣子 有沒有人真的輸到請家蕩產 不是他本人來找你 而是他的家人來找你 這個狀況倒是沒有 有時候我們去投錢的時候 去讀到有些那個 一處的人在那時候說 他輸了很多 他已經輸到什麼都沒錢了 他們生活過得很辛苦 反而會有這樣的狀況會產生 我們想過兩個 你有可能投錢之後 投錢之後我們看人在艱苦 就投不下去了 變成這種狀況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開始慢慢會去思考一些事情 當中的你 我現在說真的 我現在想說 那個時候不會 那個時候常常想說 我賺錢了 我就想賺錢而已 所以你的滿腦子還是一直 就是賺錢 那時候這個觀念就是還是賺錢 但是我不會說真的賺不開錢 但是我就想賺錢了 在這之前我相信其實 以書偉來講 你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成長過程 或是長輩給您的教育 您自己是什麼樣子 有雷同這樣子的想法嗎 還是您是其實跟師兄是不一樣的 賺錢對您來說 您剛出社會也是就是 滿腦子都是 也是想賺錢 對啊 所以也不管自己多累 就是時間都扎 都投下去為了賺錢 什麼事情就是 要表演盡量接 然後要工作盡量做嗎 當然會想要 從自己喜歡的工作上面去 獲得很大的成就跟財富 因為年輕的物欲真的很高 物欲會很高 那你都花在什麼上面 就是我們剛剛之前影片看到的 車啊 然後外債的這些嗎 後來我很多的錢都是輸在股票上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在玩之後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完就是股票 所以現在就是做生理 還要減擲股票 所以他都在營的時候 反正股票你知道 一張索都很多錢 剛才10萬也是都買得下 結果現在一張索2-3萬塊 我買不下 我們想說 以前一張3-40萬 幾百萬你就買得下 為什麼現在一張 幾萬塊買不下 心情的轉方 真的 我覺得說真的 你如果說以現在的角度 如果用長期的投資 你去買一些可以投資的東西 來放著還可以 但是就不會像 以前的那種投機的觀念 都覺得我買的就是一定會貪 結果以前 在股票上會損失那麼多錢 都想說這錢都自己的 所以也不會去做融資 輸就是那些買來攤平 結果攤到最後真的就是躺平 有的甚至都嚇死了 就這樣子 那當然您從這個 原本的這個可能比較金錢遊戲的行業 轉到一個米航的行業 做那個 這個過程當中 像一些人脈啊或是什麼 都需要再重新培養起嗎 那個當然要重新培養起 但是基本上在 譬如說 因為我們這樣做 我都在中央 我們中央官來做 是 因為我們在接觸的 一些政府官員 都是兩十級的人員 但是他們都知道我們爸爸這個 所以對我們很照顧的 哪有什麼業務上不知道的 他們都很樂意教導我們 對啊 他也是要跟我們輔導 我們輔導可以成功 所以這時候才真正的 開始去體會 其實要賺錢 其實是辛苦的 沒有那種一夜致富的事情 因為過去它是屬於機率 幸運投機的方式 對不對 然後現在才看到 原來每一個收穫 就像在長每一顆米一樣 它是要經過歲月 經過很多很多的這個能量精華 去孕育出來的 這個時候呢 師兄開始有一些改變了 因為改行了 對不對 然後也在環境當中 在事業當中 在他所經營的米當中 去體會到更重要的人生的道理 請大家明天持續的收看 我們的大愛劇場 感恩兩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下次見